活了半辈子终于找到面粉最好吃的做法了 别总是蒸馒头包子擀油条啦 学会这个神仙吃法 外酥离软营养又美味 保证全家人夸你是大厨 500克面粉加5克高活性干酵母 它发酵速度快 即使面发大了也没有酸味 再加入10克白糖 320克温水 搅成絮状之后 揉成光滑的面团不用发面 直接擀成长方形大面片 小碗中倒入青椒丁 火腿丁 葱花 一勺鸡精 适量的椒盐粉 少来一点食肉油 拌匀之后放到面片的中间处 再像视频中这样 两边往中间对折 稍微整理一下之后 改刀切成大小等分的剂子 均匀的摆入锅中 饧发至两倍的 接下来碗中再打入两个母鸡蛋 用筷子打散备用 像这样就发好了 表面配油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 一面烙至金黄 我们给它翻过来 两面给它烙至金黄 这个时候还没有熟 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 再煎个三分钟之后 水分收干 哇塞 真是满屋飘香啊 色香味俱全 看着就让人口水直流 喜欢就点赞收藏 试做吧 有点赞收藏